台北市林森北路上有一栋大楼传出磁砖与意外 现场移动屋龄超过40年的大楼 大约是在8楼跟9楼的位置 20号下午3点多 外墙突然大片剥落 当场砸歪下方的招牌导致松脱倾斜 而且比较大块的水泥石块掉下来之后 吓坏了正在对面被货的乳味摊业者 老板娘还直接被碎石擦伤 乳味摊老板正在被货 突然间意外发生 轰隆一声巨响 吓得老板抱头就往外头冲 另一个角度看 天空突然掉下超大石块碎成一地 原来是大楼外墙磁砖突然大片剥落 甚至把下头的酒店招牌都给砸歪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分镜道 如为他的老板和老板娘 全程募集惊恐一瞬间 剥落的那个水泥块还蛮大块的 掉到地板它会就整个喷散开 就脚有被喷到 我吓死了 那个声音很大声 我本来以为是房子要倒了还是怎样 吊车出洞 将已经摇摇欲坠的招牌赶紧拿下 这里是北市林森北路399巷口 这栋屋林超过40年的大楼 八九楼外墙大片磁砖就在20号下午3点多突然剥落 这里天下雨天嘛 又是下雨又是太阳 就造成那个剥落 突然就无意地就掉下来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通道 大家来来来往往 刚好那时候没有人 所以没有打到人 所以说蛮幸运的 里长要求大楼管委会赶紧架设防护网 北市监管处也紧急到场勘查 所幸当下没有砸中行人或车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陈文强 吴香三 台湖道